还可以编赏雪 怎么有这么好的事情呢 这是南投的济南大学啊 最近忽然变成赏雪圣地了 因为附近的河欢山啊 积雪融得比较慢 师生在校园里面用肉眼 就可以欣赏美丽雪景了 济南大学的学生每道雪季 都可以站在校园里的任何一个角落 远眺50公里外 河欢山上的积雪 只要天气放晴 河欢山前面没有乌云阻挡 用肉眼就可以清楚看到 矮矮白雪覆盖山头 有雪耶 超酷的 夏宇宝要去冲一下 礼拜四啊 一会结束去看过雪 超酷的 真的 真的 会上雪景还不够 同学们通常会自备望远镜和相机 把难得的美景捕捉下来留作纪念 由于今年高山水气特别丰沛 河欢山上的积雪最高达到50公分 即使天气回暖 但是融雪的速度慢 延长了学校师生赏雪的时间 就是在学校看得到雪 其实是蛮苦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还会蛮想 跟我其他地方的同学炫耀这件事情 得天独厚的校园环境 让季大同学引以为傲 因为从学校到河欢山 至少要两个小时的车程 现在在校园里就可以看到雪景 不必在大老远跑上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